國畢會同臺新北市長侯友宜 民眾黨立委黃國昌 新北行程跑得起 積極佈局2026縣市長 但國民黨在新北搶破頭 傳出黨內人士鼠疫 用新北換新竹 科技成形象或許適合黃國昌 是否尋高環模式轉戰 柯文哲本命區新竹參選 黃國昌態度保守 倒是錢東加時代力量氣得跳腳 這回總統大選 柯文哲在新竹 斬獲三成四得票率 藍綠白三分天下 想靠一黨之力拿下新竹 幾乎不可能 但藍綠白河誰讓誰 恐怕得先擺平地方雜音 因為國民黨新竹黨部主委李靜穎 立委政政前都積極經營地方 民眾黨除了黃國昌被點名 柯文哲妹妹柯美蘭也動作頻頻 民眾黨的每一個活動 他都有出席參加 而且甚至他還會每個禮拜 去土城陪他哥哥靜坐 國昌其實真正屬意的 應該是代理黨主席 不用只做兩年的立委 他可以做滿四年的立委 二零二六這一帳 柯文哲的家鄉新竹市 民眾黨勢在必得 但藍綠地方人士也透露 不存在國民黨禮讓選項 封城新竹藍白怎麼合 各方勢力恐怕都還在 觀望階段 三立新聞 江文賢他們 軍隊報導